好 歡迎回來新聞現場 大家早安 我是張若瑜 一起來關心天氣資訊 好 首先地面天氣圖必須要告訴您的就是 第四號颱風 木恩颱風在昨天生成 而雖然至於台灣有距離 並不會直接的影響台灣 但是它引進的西南風 會造成西南部會水汽多多 另外呢 木恩颱風未來會影響的是 越南的北部以及海南島 所以未來兩天 如果您的班機是要前往越南北部 或是海南島的話 這個班機航班可能會受到影響了 而且還要來關注的就是 未來幾週還是會有颱風 所以要提前做好防台的準備 接下來是今日的天氣預報 好 關心一下溫度表現 好 現在北部的高溫今天來到了33度 降雨機會70% 另外中部地區降雨機會是比較低一點點 但是還是一整天基本上都是有雨的 降雨機會50%到60% 接下來是南部地區降雨機會非常高 一整天都在下雨濕搭搭的 高溫來到了31度 然後來看到是東北部地區跟東半部地區 今天高溫終於有點往下降的跡象 但是是因為水氣多的關係 好 今天一整天同樣有雨 而且是雷震雨 高溫來到32度 降雨機會都是70% 然後來看到是在馬祖 金門跟澎湖地區 高溫是來到了30到31度 同樣是有降雨機會的 所以今天全台的觀眾朋友 稍後出門 務必要攜帶雨距 然後來看到是天氣走勢的部分 後來看到今天禮拜三禮拜四 這兩天天氣狀況跟昨天都還蠻雷同的 都是中部以北 雨勢比較大 除此之外南部跟東半部地區以及東南部地區是有劇烈的天氣 好 什麼是劇烈天氣呢 就是雷擊 閃電 還有可能會山洪爆發 所以如果您今天本來想前往西邊 溪水或是山區的話 盡量都不要前往 太危險了 好 禮拜五 這個7月5號當天 同樣是西南風繼續再增強 水氣會變得更多 因此中南部地區 午後雷震雨的情形會更明顯 而且雨勢會更大 到時候累積雨量 恐怕也是非常的劇烈 所以要提醒觀眾朋友 如果家裡是低洼地區的話 趕快提前做好準備 另外如果家裡的排水系統可能不太良好 可能有阻塞的情況 也必須要趕快清理一下 還有呢 在禮拜六的時候 好 一樣是偏強的西南風 影響台灣的天氣 所以中南部地區依舊是持續降雨 但到禮拜六的時候 東部地區的降雨渴望趨緩 不過還是要提醒您 這一整個禮拜天氣狀況都非常的不穩定 所以盡量不要前往西邊 還有山區 還有海邊去吸水 再來是雷達回坡圖 目前水氣怎麼分佈呢 看到基本上全台各地 還有各地的沿海 目前水氣都很多 另外在台南 高雄 屏東 恆春半島 這邊還有台東地區 附近周遭一樣是水氣非常的豐沛 所以如果您是南部地區的朋友 您等一下要上班了 出門記得放慢速度騎車或開車 至於北部地區還有在宜蘭 還有在花東的北部地區 這邊是水氣目前是比較少的 但是稍後在中午的時候 依舊是有機會下雨 還要來看到是天氣景特曝 目前氣象局持續是發佈大雨特曝 針對的是台南 高雄 屏東跟台東 目前依舊是在下雨 而且是大雨的等級 所以如果等一下就準備出門 雨具攜帶之外 新車安全要特別留意 最後是小丁寧要給您兩點提醒了 首先受到慕恩颱風的影響 因為引進的是偏南風 偏西南風 所以在東南部地區還有在南部地區 今天一整天都會有雨 除此之外 如果您要前往山區 務必要留意 低洼地區也避免前往 以上是這一節氣象資訊